第1115集 两者之间五五开 齐老并不着急 只要拖住风啸天就可以 等到时候夜晨这边的战斗一结束 联合众人直接能够灭杀风啸天 齐老不急 可是风啸天内心里面着急的要死 再这样拖下去的话 血魂族大军根本坚持不住一个时辰 夜晨一人一剑宛如沙神降临 不朽建议弥漫在周围 在他的身边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血魂族的尸体 在风啸天焦急的时候 突然感受到一股气息 整个人的眼睛里面流露出欣喜的表情 不好 夜晨脸色轻微一变 血魂族这边造化镜五层天的强者赶过来了 齐老此刻心情沉重 牛老的伤势还没有好 这边血魂族倒是治愈了 对于沙宗来说 完全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造化镜五层天的强者能够轻易碾压他们 齐老身影暴退 来到夜晨面前 卑微的老仪 找死 虚空之中 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骤然出现 枯瘦的身躯流露出无尽怒火 拓跋野大人 您终于来了 风啸天内心激动 造化镜五层天的强者过来 能够轻松解决 废物 拓跋野伸出手 一巴掌抽在风啸天的脸颊上面 这一巴掌下去 让风啸天的骨头都快要散架了 不过也不敢多说什么 这边的战争 拓跋野一直在用神念观察 不是他想看着血魂族惨死 那个时候 他的伤势治疗在关键时刻 要不然早就出手 看到风啸天被一个混元镜的蝼蚁给打伤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 也就是风啸天有点实力 要不然拓跋野岂会留着 拓跋野一双眼眸盯着夜尘 似乎想要把他看透 就算是风啸天的实力再不济 也总归是造化镜 一个混元镜能够对抗造化镜 如何不让他感觉震惊 场面上面 从拓跋野出现的那一刻 基本上都停止厮杀 目前他们的战斗已经显得不重要 能不能活下去 只要看少主能不能抵抗造化镜五层天 要不然杀再多的血魂族也没用 少主 等一下你先跑 我来断后 此刻齐老开口 他已经做好死亡的准备 牛老现在没有出现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伤势还没有治愈 造化镜五层天的强者 他们这边根本没有对抗的实力 面对齐老的话 夜尘沉默不语 他根本没有想过要跑 目前沙宗刚刚建立起来 他怎么可能舍弃这些人 拓拔野鬼魅一般的身影 突然来到齐老面前 他一直点出 一直下去 齐老一口血水喷出 整个人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一击让齐老身受重伤 夜尘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 握紧手中的血魔剑 闪电一般的速度骤然冲过去 速度发挥到极致 既然决定要战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打败拓拔野 血魔剑在夜尘手中嗡嗡作响 不多时 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出来 一道极致的剑光 仿佛绚烂的烟火 剑光在虚空之中流转 拓拔野冷笑一声 面对夜尘这一剑 直接用手去接 拓拔野手指抓住剑光 用力一握 剑光毁灭在拓拔野的手中 早化镜 岂是你这种蝼蚁可以整风 拓拔野话音一落 随后整个人的身影 来到夜尘的面前 一股危机感爆发出来 夜尘不敢再继续待下去 身影疯狂地后退 在他后退的瞬间 一道道剑光展过去 沙宗众人看着上方的夜尘 内心里面暗自祈祷 灵老和端木炎 这个时候两个冲过去 想要助夜尘一臂之力 如果可以的话 端木炎根本不想出手 只不过夜尘死了 他也活不了 只能够咬牙跟上去 端木炎和灵老两个人 左右夹击 一道道神通打出去 夜尘这边的压力 骤人之间减轻了不少 拓巴也的实力虽然强 但也不能够完全无视 灵老和端木炎 不朽建议 不朽意志 不朽灵魂 不朽精神 不朽战意 五种不朽的意志 在夜尘体内爆发出来 一股不朽的气息 缠绕在他的身体上面 拓巴也感受到夜尘的气息 整个人的眉头一皱 现在夜尘的气息 竟然让他都感觉到了压抑 这小子太邪门 拓巴也决定 不管如何先击杀夜尘 只要夜尘一死 沙宗弟子没有领袖 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无有一剑 可不朽世间 无有一剑 可不朽世间 夜尘整个人 发出一声爆喝 不朽建议 疯狂的喷射出来 他体内的气息 达到一个顶点 灵气不要钱一般的 涌入到血魔剑里面 不朽建议的锋芒 让整个海面在翻涌 这一刻 沙宗弟子手中的剑 不断的颤抖 仿佛夜尘就是剑尊 万剑之尊 一剑誓要开天 拓巴也眉头紧锁 现在夜尘给他的感觉 太过于震撼人心 这股气息 真的是一个混元镜 能够爆发出来的 这小子完全就是一个怪胎 夜尘脸上猙獰的神色 他强行把不朽建议 发挥到极致 要不是因为不朽神体的缘故 他的肉身早就已经破碎 剑光震慑人心 让沙宗弟子的眼睛 都睁不开 这一道剑光 不仅有不朽建议 更是有血魔剑的魔性 在里面 不朽建议轰杀而出 势如破竹一般冲向拓巴也 这一剑整个虚空都在不断地晃动 仿佛要把虚空撕碎一般 拓巴也的脸色轻微一变 这一剑已经足够威胁到他 拓巴也仓促之间 拿出一个漆黑色的盾牌 在不朽建议接触的一瞬间 拓巴也手中的漆黑色盾牌 只听见咔嚓一声 一瞬间破碎 拓巴也整个人的身影倒飞出去 嘴巴里面吐出一口血水 不朽建议留在虚空之中 竟然一直没有消散 夜尘脸色苍白 身体摇摇欲坠 手中握着血魔剑 一条胳膊上面流出血丝 这一剑下去已经耗费 他体内三分之二的灵气 并且他也伤痕累累 杀敌一百自损一千 他没有选择呀 少主 你没事吧 齐老急忙来到夜尘身边 扶住他的胳膊 还行 夜尘摇摇头 目前他不能示弱 哪怕身体要倒下 也不能有任何险路 小杂种 拓拔也一脸愤怒的神色 他的身上出现一丝丝的裂痕 他拓拔也怎么也是造化镜强者 现在被一个混元镜打伤 奇耻大辱啊 夜尘的脸色逐渐变得阴沉下来 本来他以为这一剑 足够让拓拔也身受重伤 只是夜尘太低估血魂族的防御力 目前这种情况 他已经没有继续一战之力 接下来他们应该如何对付拓拔也 灵老和端木炎来到夜尘身旁 端木炎有些恐惧地开口说道 少主 实在不行 我们逃跑吧 现在这种情况 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无力回天 夜尘苦笑一声 随后摇摇头 开口说道 我若临阵逃脱 这些沙宗弟子怎么办 一句话 让沙宗弟子的眼眸里面冒着泪光 跟着夜尘哪怕死 亦不回 我等 愿用生命 保护少主撤离 沙宗弟子七声开口 甚至有一丝祈求的神色 端木炎脸色轻微变色 夜尘到底拥有多大的人格魅力 才会让这些弟子选择赴死 你们不用多说 要死一起死 要生一起生 夜尘脸上不容置疑的神色 他一生经历过无数的生死危机 照样活得很好 自身难保 还想着别人 拓拔也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随后整个人直接冲杀过去 保护少主 齐老整个人怒吼一声 直接挡在了夜尘前面 在他眼里 谁都可以死 唯独夜尘不能死 夜尘拥有着妖圣的传承 也有妖圣的希望 拓拔也一拳头轰杀出去 齐老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一口血水喷涌而出 齐老面色苍白 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血色 一击下去 齐老整个人奄奄一息 再也没有作战的能力 一群蝼蚁 只有灭亡 拓拔也一拳 接着一拳 轰杀而出 陵老和端木炎两个人 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夜尘的危机爆发 手持血魔剑挡住一拳 然而还没有结束 这一拳头下去 直接让他的身影后退 拓拔也一脚踹在夜尘的胸口上面 夜尘的胸口直接凹陷下去 血水喷洒 整个人脸色煞白 给我去死 拓拔也两只手握在一起 恐怖的气息瞬间爆发出来 割破夜尘的脸颊 这一拳头冲着夜尘的头颅 如果一击打下去的话 根本活不了 生死攸关时刻 一名混元净舞者 突然挡在夜尘身边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 他的身体不断地出现裂痕 已经坚持不了多久 不过彻底为夜尘谋得一息的时间 多谢少主 给我尊严 死而无憾 这名舞者凄惨一笑 随后整个人的身影瞬间爆炸 夜尘痴呆地站在那里 他的体内一股魔气 疯狂地爆发出来 面对造化境 别说混元净舞者 哪怕河道神军也不敢硬扛一拳 沙宗的弟子为了保护他 彻底死在夜尘眼前 让他如何能够隐忍 拓拔也 今日我不杀你 事不为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